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堆热门话题要和大家分享 从小米集团的电动汽车热潮到特斯拉的销售挑战 再到加密货币ETF在香港的发行 每一件事都在告诉我们 科技与金融的世界正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还会带大家一探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动态 以及奢侈品市场的复苏迹象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令人兴奋的新闻背后的故事吧 首先让我们聊聊小米的电动汽车S7和特斯拉的最新情况 小米的S7一上市就引起了轰动 预计今年的交付量将达到惊人的5.5万至7万辆 但每卖出一辆却可能亏损高达6 800万人民币 这是不是有点让人紧张 而特斯拉作为电动车市场的佼佼者 竟然也面临着销售挑战 不得不裁员10%来应对 另一方面在金融领域 加时和华夏在香港发行的比特币及以太币 现货ETFAR自助虚拟资产投资产品正式落地香港 这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 接住我们来看看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银基地产和惠德丰地产等六大发展商合作的 启德天龙项目一天内就售出了两伙领海三房单位 吸金高达6,596万港元 显示出即使在经济不稳定的环境中 高端房地产市场依然火热 而在奢侈品市场 随住政府的一系列激励措施 香港个人奢侈品市场正逐步走向复苏 预计到2030年市场规模将增长至258亿港元 这些发展不仅展示了市场的活力 也反映出消费者对高端生活品质的追求 最后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中德政府间的磋商 特斯拉的全球裁员决定 以及全湾生百山楼市案例等重磅新闻等 祝大家深入了解 这些事件共同描绘了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 全球市场全貌 影响住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未来 好了 节目时间有限 但故事还有很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探索这个多变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科技与金融的交叉路口 一场革命正在悄然发生 从小米集团推出首款电动汽车 I-17掀起了热潮 到特斯拉面临的销售挑战 再到加持及华夏货批在香港发行比特币 及以太币现货ETF 每一步都遭示着行业的巨变 让我们逐一深入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 探索他们背后的故事 首先 东方日报报导了小米电动汽车 S7的市场热潮 这款车型一经推出 就在内地市场引起了广泛关注 花旗预测其四月交付量将达到 5000-6 林量全年交付量或达到5.5万-7万辆 然而有报告指出 小米在每售出一辆S7时 将亏损约6800万元人民币 对此 小米集团董事长特别助理 中国区市场部副总经理徐杰云回应称 这一信息可能偏差较大 强调小米正全力提升交付能力 以满足市场的高需求 与小米的电动车热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星岛日报报道的特斯拉面临的销售挑战 全球电动车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 特斯拉不得不采取裁员10%的措施 以应对销售恶化的局面 特斯拉2024年第一季度的全球交付量 大幅低于市场预期 显示出市场需求的放缓 特斯拉的市场占有率在中国市场也有所下滑 这进步加剧了其面临的挑战 在金融领域另一场创新的浪潮也正在兴起 《东方日报》报道了 加时及华夏货批在香港发行比特币及TF的消息 这标志着虚拟资产投资产品在香港市场的正式落地 预示着加密货币投资将进一步走向主流 OSL集团成为这两家基金的虚拟资产交易及托管合作伙伴 展现了金融科技在传统金融领域中的融合与创新 这些事件虽然看似独立 但他们共同描绘了一个更广阔的画面 无论是在汽车行业还是金融领域 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需求正推动着创新的浪潮 小米的电动汽车艾徐7、特斯拉的销售挑战 以及比特币及以太币、GTB现货一提F推出 都是这场变革中的关键一环 他们不仅改变了消费者的选择 也为行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随着这些创新的深入发展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将充满更多可能 在近期的市场动态中 我们见证了各种行业的重大事件 从房地产的热销到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 再到科技巨头的重大决策 这些事件不仅显示了市场的多样性 也反映了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事件 揭示它们背后的故事和影响 首先让我们转向香港房地产市场 特别是由恒基地产0012集会得封闭产等 六大发展章和做发展的启德天龙项目 据东方日报报道 该项目在一天内售出两火零海三房单位 吸金达到6596万港元 这两个单位分别售出的价格令人瞩目 一个以3286万港元成交 另一个则以3310万港元成交 显示出即使在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 高端房地产市场仍然保持活跃 这些交易进一步证明了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以及高净值个人对于优质房产的持续需求 接着东方日报又带来了关于加密货币市场的最新动态 过去已经动态 虚拟资产市场因地缘政治事件而出现瀑布式下跌 比特币和以太坊等主要加密货币都经历了显著的价格波动 尽管市场遭遇抛售 但比特币价格的弹性展现了加密市场的底层支撑力量 周勒拉胜利证券副首席运营官 指出虽然短期内市场出现波动 但长期来看加密货币市场的基本面支撑仍然坚固 这一点从比特币和以太坊在经历下跌后 仍然迅速回升中得到了体现 说明投资者对于这些资产类别的信心并未完全丧失 最后我们转向科技行业的一项重大新闻 东方日报报道 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宣布全球裁员10% 可能影响超过1.4万名员工 这一决策反映了特斯拉在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时的战略调整 尽管特斯拉是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导者 但这一裁员决定揭示了即便是科技巨头 也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 做出艰难的决策来保持竞争力 总之从启德天龙的房地产热销 到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 再到特斯拉的全球裁员 这些事件共同绘制了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市场全貌 它们不仅影响着投资者的消费者的决策 也对全球经济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市场继续演变 保持警觉和适应性将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关键 在香港奢侈品市场的脉搏逐渐加速 越是这一场华丽的复苏 据《东方日报》 会计师唐罗冰显董道 最新的报告揭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 香港个人奢侈品市场 正在缓慢但稳定地走向复苏之路 预计从2023年至2030年 该市场的年均负荷增长率将达到4% 总规模将增长至低858亿港元 皮革制品、珠宝和万调 成为增长最快的三大类奢侈品 这一趋势背后 不仅是消费者对高端生活品质的追求 还有政府的一系列激励措施 包括房地产、优惠、促销机票 和旅客消费优惠券等 共同为奢侈品市场的发展 注入了强大动力 奢侈品品牌们也不甘落后 他们通过精准选址开设高端店铺 提供尊贵服务等方式 寻求在传统销售渠道之外的突破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品牌开始在香港的文化、娱乐、美食等领域 深耕体验经济 旨在吸引那些追求独特体验的旅客 从传统文化活动到米兹联餐厅 无不体现了奢侈品消费者 日益向往的生活品质 与此同时 《金融时报》报道了中德之间的政府磋商 这不仅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 也对全球经济格局有着深远影响 中国国务院李强的欧洲之行强调了中方对中欧关系的重视 尤其是对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洲领导国家的拉拢 中德之间的磋商专注于经济领域的合作 展示了两国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中 寻求共赢的决心 德国总理朔尔茨的第二次返华之旅 更是将中德关系推上了新的高度 从重庆的文化探索到上海的企业考察 再到北京的高层会晤 朔尔茨的行程充满了对未来合作的期待和探索 尤其是在环保和电动汽车等领域 两国展现出了合作的巨大潜力 这不仅被双方对全球的绿色发展和技术进步 都有着积极影响 这些发展无论是在奢侈品市场的复苏 还是在中德政府间的深入磋商 都映射出一个全球化、多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经济与文化、传统与创新 本土与国际都在不断地交织和融合 共同塑造着未来的发展轨迹 在这个日新日益、充满变数的世界里 每一天的发生都可能成为改变未来走向的关键 从全湾、私宅的买卖、损失到中国即将成为 全球最大个人奢侈品市场的预测 再到世界大国间的重新组合与策略调整 每一件事都在向我们展示着一个多变且充满挑战的世界 东方日报报道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楼市案例 全湾升百三的一套高层A利是在短短半年内 因为业主觉得两房互行无沿用而导致重大损失 原业主于去年11月已约653 8万港元购入单位不到半年后以629.8万元时让 连同使费损失近70万元 这个案例不仅反映了楼市的不稳定性 也映射出人们对住房需求的多样性和变化性 与此同时 东方日报另一篇报道揭示了一个宏观经济趋势 即中国将在2030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个人奢侈品市场 这一意测基于全球财富代际转移 东南亚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等因素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年轻一代消费者对奢侈品的态度转向日期和理性 而可持续消费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着奢侈品市场的发展方向 也反映了全球消费者价值观的演变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金融时报》提供了对世界大国间关系重新组合的深入分析 文章指出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菲律宾和朝鲜之间的互动 展现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 中俄朝一方与美日非另一方的对峙 不仅涉及到外交姿态和战略布局 也关系到各国的未来发展方向 尤其是美日非三国间加强合作 以及美国试图通过经济、军事和技术手段来抗衡中国的努力 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动向 每一篇报道都像是一块拼图 拼凑起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面貌 无论是柔势的个案 还是奢侈品市场的趋势 亦或是国际政治的博弈 都在提醒我们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机遇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 而如何在变化中寻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发展之路 成为了每个人、每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的挑战 在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科技、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动态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全球市场的脉动 还揭示了各大企业如何应对挑战、拥抱创新 首先,东方日报报道了苹果公司行政总裁 库克兼科克越南之行 库克于周一早上抵达越南河内 与App搜上了著名内容创作者和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会面 此次访问不仅是友好交流 更是苹果对越南投资承诺的体现 库克表示 他对于能够与越南的内容创作者、学生和客户见面 感到非常高兴 并了解他们如何使用苹果产品 苹果公司在此次访问期间 宣布了加强对越南承诺的计划 包括增加对供应商的支出 以即位学校的清洁水计划提供资金 展示了苹果公司对越南市场的重视 和对受贿责任的承办 在另一篇报道中 东方日报关注了香港住宅市场的最新动态 摩根大通发表的报告指出 虽然政策放宽带来了短暂的刺激 但香港住宅市场已有失去动力的迹象 二手楼价出现了八个月以来 最大的暗周跌幅磨通预计 楼价将继续承压 直至减息、实现以及库存水平回落 报告中还提到了长石黄竹坑心盘 Blue Coast的销售情况 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 展示了香港房地产市场的现状 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 东方日报还报道了 蚂蚁集团旗下蚂蚁数科 国际事业部总经理 李国威关于创新的观点 在人工智能时代 创新不仅要关注底层技术的进步 更要关注如何更好的服务用户 尊重客户数据和安全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李国威强调了数据 在金融科技领域的重要性 以及未来对于安全和风控技术的需求 他还提到了 i换脸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 以及蚂蚁数科 在防范这一技术方面的努力和成果 展示了蚂蚁集团 在科技创新和安全领域的领先地位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 全球市场和企业的最新动态 还揭示了在面对挑战时 企业如何拥抱创新 承担社会责任 以及保护客户数据和安全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 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收集 整理到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